台风凯米在台湾 中国和菲律宾多地 酿成了多发灾害 除了数百人死伤 水化也造成严重的财务损失 气候专家警告 来年的热带气旋 威力更强 次数更多 影响的范围更广 而全球暖化导致海面温度上升 就是最大的活根 各国政府受促全面检讨城市基建设计 重新规划水电 铁路等设施 同时善用红树莲和珊瑚礁 这类生物调节温热气体 自然屏障和城市设计双管齐下 缓解极端气候造成的影响 最强台风凯米上星期席卷东亚 导致台湾 中国和菲律宾 接连发生严重灾情 酿成数百人死伤 来年台风威力或将更为惊人 而暖化造成海面温度上升 正是热带气旋发威的助燃剂 暖化现象加剧暴风雨灾情 像是日本 韩国和中国的福建和浙江 近年灾情有增无减 风暴破坏力还有持续蔓延的现象 迫使各国政府提升震灾预算 像是中国在台风凯米后 就已拨款69亿人民币 获大约43亿9千万令吉救灾 想要在为时一晚前 林牙勒马还有办法 那就是重新设计大小城市内的基础建设 让暖空气通风 尽管这很耗时 却也是无可避免的方案之一 It has to be an entire redesign of the city infrastructure in terms of power in terms of water in terms of roads in terms of rail and so on so these are huge projects so you can't expect that to be completed in a year or two but this will have to be the strategy that needs to be taken 南大新加坡地球与观测研究所 主任霍顿给出的方案 则是善用珊瑚礁和红树林等自然屏障 这些动植物创造的生态系统 除了能缓解温室气体 储存废炭 还能够过滤污水 保护海岸线 是眼下危机的灵丹妙药 优优独播剧场